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趁着晴朗好天气 我们今天到华山文创园区走走逛逛吧 华山园区里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展览还有小店可以参观 后面还有一整片大绿地可以野餐修器看看风景享受都市中的绿意 今天替大家介绍一间在华山园区里很特别的自由书店 它的名字叫做青鸟书店Brew and Book 它的Brew是法语的写法 这间书店卖的不是主流的畅销书 而是各种不同文化的想法与论述 他们希望大家能够跳脱框架 追求自由幸福 找到归属自己的青鸟 第二个 除了这些特选的书籍外 书店里也提供了一些座位与侵蚀 我特别喜欢这个透光的角落 好像有着自己独立的空间 除了能感受书店的氛围外 又能看着窗外来往的行人 整间书店充满了阳光 就好像青鸟也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这里提供的点心有英式式康跟三明治 还有咖啡、茶跟气泡饮 以及一些口味独特的品酒 选了一本我喜欢的书 然后我点了一杯拿铁 虽然这杯拿铁不是很大杯 但是喝起来顺口香醇 另一杯是苹果伯爵冰茶 喝得到里面的新鲜薄荷味哦 这本报名画报还蛮有趣的 是有一些台湾新生代的作者 透过图文创作的方式 来表达对于现今社会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内容十分的台湾style 还蛮不错看的 位在二楼的青鸟书店 和外面热闹的华山 仿佛是两个世界 这里可以让你感受到平静与放松 偶尔想当一下文青的朋友 可以来这里做作 调本书、喝杯咖啡 享受你的自由时光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